hello大家好 我叫赵 今天是我们在店里面收获 前两天买了一个3亿多的一块色料 那个色料是一个大老板的马仔送过来的 然后今天他那个马仔又说有好的色料 所以说在矿区做摄影他就这样 一旦就说你跟这个人买了一个高价位的 品质好的一个料子 那么他往后的所有的好料子 都会源阳不断的一直送给你看 这个就是矿区的这个模式就是这种 好 我们在这里坐了等一下他吧 来 这个我们边等边看一下 哎呀 这个 哎呦 来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小料子 隔硬脚的 这种料子的话 你看 一点爆 哎呀 来了 这个给德哥看一下这个料子 好料子 特地打电话来让我在这里等着 看一下 去里面看一下 是吧 他神神秘秘的 又是一个满色的一个料子 满色的料子 让大家看一下 达马卡的这个色料 这种料子都是不便宜的 见面肿了 见面肿了 这个地方的话是可以做满色的挂件了 跟之前我们买几亿的那种料子比的话 这个料子就在水头上面就要逊色很多 但是的话这个色是非常正非常辣的 这个色是很正了 这种地下在自然光下面这个色是非常辣的 走 我们接着进去看看价格吧 东西是对的 那套 两个亿啊 这个料子 这个料子开两亿的话呢 我觉得是太高了 这个料子 虽然就是说是他这边有这个满色的挂件 但是的话两亿的话呢 这个交价就是有点太恐怖了 但两个亿的话呢 实在是太高了 这个料子的话看看有没有可能这个减减漏啊 因为的话之前我们跟他买过那个三亿的这个料子啊 然后后面的话呢 还跟他又买了一个五千多万的 都是色料啊 都是高价位的 这个的话呢 看看能不能价格更低一点 我们把风起来谈谈啊 你不要呢 那套 那套 那套两个亿的话没法谈了 你不要啊 我先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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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那个意思就是说是 这个料子呢 它本来是不拿过来这边的 因为是在市场上 人都眼疚 对吧 但是因为的话呢 我呢 是跟他买过好料子嘛 然后他是针对于我 他单独送过来给我看的 这个的话呢 就可以 但是价格的话太高了 啊 好 老板 再带 只有分级比较 你给 但是我们看多少钱给是吧 这个的话呢 我都有一点不好意思开啊 我都有一点不好意思开 谁拍摄 谁拍摄 给他大摆是吗 大摆 啊 谁拍摄 摄 他 哎 那套 因为他开架开得太高了 所以说我滴滴的还给他啊 那要是一亿以下开的话呢 这个还有点是吧 摄机一掰 摄机一掰 啊 你看这种一个满色的一个挂件 因为他不仅仅只只能出一个嘛 是不是啊 像这种的话呢 做成成品市场价的话 又在一个十多二十万 那么 换断成这个免币啊 差不多就是四千万左右啊 那我们既然是在矿区嘛 我们从原材料上要节省这个成本 那其实我给的这个八百的话呢 算这个材料费偏下啊 偏大漏的一个那种价位啊 四十万 你看他都是要五千万的 这种料子啊 就是我们小价位 如果能封的话呢 就有希望捡大漏啊 但是如果说第一次我们封包封的太贵的话呢 就没机会了啊 我们一定要把封包的这个价格控制死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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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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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的话呢 是说是这个一整个料子啊 可以雕一个这个手把剑 一个一个这种把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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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好种好的意思啊 爆的话呢 就是这个光线水都好 就是爆的这个意思啊 给他一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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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的话这个料子我们往上加不了的原因的话呢 因为他这个种的话呢 稍微稍微的哎 离这个冰位的话呢 欠了一点点 他这个色是很阳了 阳绿色了啊 但是如果说是你这个材料啊 这种阳绿色你没有到这个冰位的话呢 他其实那个界面不好看 如果说这个这个种的话 晚上再走一丢丢到了那个冰啊 这个价格就是真正我们说的总差啊 这个一分价差就百倍了 那种时候能做界面这个料子的话呢 就是上亿了 经过一番讨论 你跟他说跟他买了三亿的一个 五千万的一个 是吧 这个的话呢 他又没前面那两个好吗 很明显嘛 一千万封了 给多少了 一千万 他开价两个亿啊 这个料子 哦这个料子我们一千万封下来啊 一千万封下来的话呢 就意味着这个料子的话呢 其实离我们这个预期啊 不会差的太远 如果说一千万能直接成交 我的天大乐 如果说这个一千万不能成交 我们还有这个空间晚上走啊 我们这个料子为例的话呢 如果一千万不成 我们从这个赚钱生意的角度上来说啊 我们还有一个五百万的一个加价空间 这个料子的话呢 在一千五百万以下拿下来 还有这种说法 让他包 让他包 不热嘞 我们点了这个炒面啊 不热嘞 不热嘞 放到那里就可以了 不热嘞 给他一万小费 这个不必要嘛 白卡不太不必要嘛 可以 亚比他说 他说是我多给 我给人家小费的 他说成交的话 小费上多给他一点 可以 亚比他呢 给他一百万 这种料子的话白卡多给一点啊 好好的 熟混一下 我们这个饭的话 到了我们就吃下饭啊 这个料子的话呢 就看 如果说是OK 有后续的话 看看明天他这个料子怎么说啊 要是成交 或者不成交的话呢 再给大家接着把后续给他补上吧 因为这个料子 他肯定是还会过来找我的啊 朋友们啊 昨天我们在夜市上封了一个色料啊 今天晚上是深夜啊 打电话说是成交了 隔了一天啊 因为现在的话呢 太晚了 他打电话来说是麦蒙 我们就让他这个直接给我们送到家里面来啊 一会我们一起看一下啊 这个料子 来了啊 这个帅小伙啊 矿主家的马仔啊 到了到了 因为咱们这个棉语还是滴滴摸摸啊 还是要叫德哥过来翻译一下 这个料子是他们这个挖出来的 就是放漏给我们的意思了 来 这些的话呢 也是我们自己买的料子啊 但是的话呢 没有给大家拍啊 昨天的时候白卡跟他说是成了的话呢 就给他这么多嘛 给他一百嘛 来我们拆包一起看一下啊 再重新再欣赏一下这个料子 可以啊 看看这个满色 哇 水头非常足啊 满色的挂件啊 这个如果是做手把的话呢 也可以啊 哎呦呦呦 这个杨力一千多万 太值了 因为的话就是这种的这种挂件啊 在如果做成成品的话 这种一个满色的小挂件的话 差不多成品价也要打在一个七八万块钱 嗯 就是说是最低的一个了嘛 是不是 我就喜欢他这个水头 哈哈 好了 咱们今天这期视频的话呢 到这里的话就结束了啊 又淘了一个大陆的一个小色料啊 一千一百万 喜欢粉色的村友们 记得持续关注老字啊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